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个众人口称 不得败坏 与人死痛的沈夫人 就是我 这宅里来了什么课呀 上上下下这么看重 是沈玉蓉 沈协士 娘子 我也没有那么可 刚才 你说的那位沈学士 可是刚死了夫人的那位状元了 是啊 沈学士是新科状元 我们主精可重视他了 就连三娘子的激励 都特意邀请他来呢 什么 可不是 可惜他家那夫人 真是负得败坏 竟然背着沈学士私会情郎 被发现后还想逃跑回乡 结果怎么着 从山崖上掉下去了 活该 可怜的沈学士一往情深 得知他家夫人死后 愣是不吃不喝三天三夜呢 这个沈学士 还真是长情 不过许是老天有眼 当今圣上重情重义 敢念沈学士一片痴心 反向着褒奖 我听说呀 他现在在圣上面前 越发地有了金粮 也算是 应获得福吧 原来 说起 说起 这沈学士啊 香巧 那花是不是该料理了呀 我还没说完呢 没关系 走吧 我送你啊 竹子 那娘子 我先走了 回头再跟你说 竹子 姐姐 姐姐 怎么了 姐姐 童儿 她刚才说的 那个众人口证 不得败坏 与人死痛的沈夫人 就是我 孙羽蓉把我送回了房间 你 等我再醒来的时候 你是谁 娘子 我曾经怀疑过 是沈家母女陷害的吗 可我万万没有想到 她沈玉蓉 竟然是至亲的 我懂 姐姐 我都懂 我原以为我家娘子 就是世上最苦之人 没想到姐姐 是我瞎了眼 最后 甚至连累了我爹 我弟弟 一起送了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